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VUE3的视频哦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rd社区 好不好 咱们大家一起讨论技术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计算属性与函数的区别 我前两期给您讲解了VUE3中的计算属性 咱们大家会看到它可以读纸 可以写值 那么函数也可以读纸 也可以写值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我就给您简单的讲解一下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了 好 那咱们首先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组件模板脚本重计算属性与函数的区别 今天主要给您讲 它如何读取内容的区别 咱们讲 马上看代码 代码内容其实不是很难 咱们先看 我这儿有一个数据对象 Message I love you 这个是咱们的页面标题 没说的 然后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有一个页面级的 或者说组件级的计算属性 Result 这个Result 它什么都没干 仅仅是调用且返回了一个函数 取得咱们当前系统的时间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在函数部分 咱们看一下 我这个取时间 其实就是取得我现在运行当时的时间 然后我给上一个分秒 这个时我用就是这个00点 咱就说午夜12点的时候 咱们取一个分 取一个秒 好不好 这个作为咱们这个取得日期函数的一个返回值 一会儿咱们会看到 咱们直接调用这个函数返回的值 和咱们通过计算属性调用这个函数返回值 有哪些不同 好不好 这是今天咱们讲的主干 另外 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给您设立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是什么 这个按钮当点击之后 大家请看 会向控制台同时输出两行信息 一行是计算属性 一行是直接调用咱们函数所看到的返回值 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好不好 OK 这就是今天咱们代码内容 咱马上运行 首先我在本地先建个index 马上开始 然后先把咱们模板文件的主内容拷贝过来 好 然后再拷贝上咱们的这个body的部分 大家请稍等 拷到body里面去 存盘退出 马上运行 咱们看看结果 今天是第15课 好 咱们试一下 点index之后 大家请看 一上来 先输出了两个I love you 这个是说 大家请看 我在这地方输出了一个咱们模板级的message 同时呢 调用咱们的函数 输出了一样内容 咱们这函数就是直接返回的message 所以说第一行没有问题 通过咱们属性和方法返回两个I love you 这个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是吧 然后咱们看下面 下面是结果 这个地方我是用了一个计算属性 用了一个取得当前时间的函数 大家请看 在这画面初始值的时候 都是午夜0.21分21秒 对吧 这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调用的是 大家请看 result 然后等于this.result 这个对应是咱们的计算属性 对吧 没问题 同时我还在页面上收出了this.getdatetime 这个地方 对吧 因为我的计算属性调用的是getdatetime 所以说它们两个返回值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都是当时的那一分一秒 所以说没有区别 对吧 OK 然后现在我干什么 现在咱们页面装载过了一会儿时间了 我先用F5刷新一下 你看 它哪是一样 对吧 22分37秒 没问题 现在我让页面稍微的停一会儿时间 然后咱们在控制台干什么 我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它会把咱们的计算属性 和咱们的getdatetime里面的值 同时向控制台输出 对吧 计算属性是调用这个函数值 跟咱们这儿直接调用这个函数 返回的值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咱们大家现在这么判断 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我现在页面过了大概一点时间了 对吧 几十秒 然后咱们点击按钮 注意看 当我点击的时候 咱们大家看 第一行是计算属性 对吧 它就是我页面F5 页面第一次装载式的值 对吧 页面显示的是多少 22分37秒 而且计算属性和页面装载式的值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22分37秒 但是咱们在调用这个getdatetime的时候 它返回的是我现在的时间 对吧 是午夜0分23分14秒 也就是说计算属性它被缓存住了 它被cash住了 对吧 我页面装载式是什么值 它就把它cash在里面 因为这个对象本身并没有变化 所以说它这个值并不发生变化 然后咱们重新再调用一次getdatetime的时候 它会形成一个新的对象实例 这个新的对象实例 当然我指的是日期实例 它会把咱们当前最新的日期时间输出 对吧 而当时咱们页面装载式这个计算属性 它被cash住的时间 所以说就算咱们在这个地方 我硬性的又调用了一遍咱们的计算属性 虽然这个计算属性里面还是只为吞下这个函数 但是它被cash住了 咱们再点一次 大家请看 咱们页面装载式是22分37秒 大家请看 我再点一次 还是22分37秒 没有变化 但是因为咱们下面是每次随机调用这个函数 所以说每次这儿 它都会取得咱们都会取得最新的时间 好 通过咱们这个小的实验 您会发现计算属性当绑定 或者当返回对象的时候 它会被cash在缓存当中 对吧 而咱们再点击 或者说如果咱们再调用其他的函数的时候 这函数每次会执行 每次会给咱们产生新的对象 这个就是计算属性和咱们直接调用方法的不同的地方 有的朋友在实际编码过程中 他发现 反正我的计算属性也是在调用当前日期了 那么他们在编写 比如在编写业务的事件逻辑代码的时候 他在这个地方就直接会调用计算属性 他以为我的计算属性会调用当前最新的时间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会永远取到最新的时间 那么根据今天咱们这个例子来看 是不对的 计算属性会cash住页面刚刚装载式的那个值 所以说您在使用计算属性进行编码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被cash住的这个问题 那么今后该怎么办 我给您的建议是计算属性 您认为它只有在它绑定 或者说它监测它watch的那个值 真的发生改变时 它才会发生改变 那么在咱们做业务逻辑编码过程中 您尽可能的不要去调用计算属性来计算您的值 您把这个计算属性就当成是一个辅助工具 辅助在页面显示的工具 不要依赖它做业务计算 我再说一遍 不要依赖于计算属性做业务计算 您要做业务计算的话 您要用这个方法 坏话说 您掉这个比如您掉这个guide data time 它会真的就再次给你生成一个日期实力 会返回真正的这个日期 会返回咱们现在最新的日期 而计算属性则不会 这个是我今天做这期视频分享给您的知识点的重点 您不要用计算属性参与业务逻辑的计算 仅仅用于它做辅助显示 好不好 OK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代码的意义 这块给删掉 一会儿那代码我会放到GitHub上去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简单的分享一下计算属性与函数的区别 一个会有cache 一个没cache 对不对 您在编码中一定要注意 OK 今天代码我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您本地也跑一跑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并且点赞转发给您的朋友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